C2C2義工團 C0 今天很開心 我參加了AVS營生會的花織主持 我隔壁這位就是Alan 是我們今日的補助 不如我和他聊聊天吧 Alan 你好 Alan 你好 今天AWS型心会的流程 你可否和你分享感觉如何 今天的流程我觉得很好 因为过往我培训完 或者分享是做主导的 今次反过来 今次有这么标青 这么聪明的思维 配合我们的trainer和分享者 我觉得相对一张 真的很好 其实我刚刚认识你 我听刚才你的分享 原来也很厉害 做了十多年的义务工作经验 很资深的义务工作者 阿姐可否和你分享 你的义工历程 我做了十多年的义工 范畴也很广泛 由长者、青少年、小兵仔 小兵仔和灵类的 智障的青少年 小兵仔、自闭症 这些东西 我是帮到不少人 其实过程中 我可以帮到尤其是长者 有些长者 有些想自杀 我训练过后 经过过程和他聊天 可以舒缓到他 下次再去探访 看到他的心情 又好些 下次再去探访他 又好些 觉得自己的成功感很高 我觉得自己能帮到人 最重要的是做义工 但还是可以帮到自己 因为我过往 我自己不是很乐观 做事都不是很积极 经过这十多年的义工服务 我觉得自己的思想和思维 是正面了很多 因为我经历过这么多 看到这么多 我觉得人家很多东西 是比我有些重不济的 为什么整天都说自己不好呢 但你环顾现在社区 还有很多人比我更惨 换句话说 我做这个义工活动 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得着 值得去帮我自己 好啊 我都希望你这些说话 能够令到很多人会得着 和令到他们做得更好的义工 或者这样 今天你就是和我们的培训院 你觉得今天有没有什么 令你最深刻的 今天呢 应该去到结束的时候 差不多是没什么要说的了 有位义工就问我 关于长者的一些事情 刚刚我联络了 就想到长者的 幻听和严重的思维失调 那样东西 我联络了这个感觉 说了出来 回响都很大很多 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挺好的 为什么呢 这个东西如果是 这个是特别的情况 很少会发生的 但是也不是说没有 这样变成了出来 可以帮助义工知道 哇 原来呢 探长者的时候 有可能遇到这些这么美丽的事情 那一刻你怎样去处理呢 就凭我的经验 即是那次的经验 就可以这样去做到这件事出来 我觉得这件事 我觉得这次也挺大的影响 这次的 是的 我自己听完之后 我都很得着 因为我也有做义工的经验 还没试过这些案子 我听完之后 我认识 我也学到一些客户 如何去应对 那我们今天很多谢 Alin和您的分享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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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